而這新北市的私立幼兒園老師的胃藥事件現在越演越烈 各方都希望能夠究責除了要追究原方的責任 還有行政單位是否有疏失動作是否足夠及時 我們今天線上邀請到的是今天主跑這則新聞 我們社會組的記者星燕 星燕跟線上朋友打聲召出 大家好 好 星燕其實今天主跑這個新聞 我知道你今天議會派出所到處兩邊跑非常辛苦 但是我們看整起新聞的脈絡稍好久 4月5月現在已經6月了 為什麼拖到這麼多天 我們才看到新北市的教育局 他才去幼兒園去進行這種普篩抽血 中間到底出現什麼問題呢 對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就是 其實就說如果以教育局他們那邊自稱的話 是5月15號只要接到通報 一直到6月5號這中間隔了22天 然後大家都在問說為什麼隔了22天才去做普篩 然後今天下午他們的記者會他們是這樣回應的 他們是說因為抽血是屬於那種侵入性的依倫行為 對 那需要家長的同意 那我們進一步了解 其實像這樣子的侵入性的抽血呢 其實如果檢察官那邊開出強制處分書 那就是強制大家都要篩 但今天這個案件就卡在說因為這些都是未成年 所以檢察官不太會開這種強制處分書 所以就變成說教育局必須就是確定是得要 就是看家長的意願 但是有一個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這個案件是卡在有可能被喂到安眠藥 被喂到毒品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就是會可能會影響到小孩的身心健康 那我覺得你教育局就可能必須要非常積極的去跟家長做解釋 或者是說服家長為了孩童的權利 但是我想再追問一下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第一個吹哨者是家長 他是透過1999進線去投訴 這個幼兒園有不當管教的事件 有相關的投訴 那時候怎麼沒有積極介入去調查處理呢 根據我們了解了 私下了解他們是這樣子講的 因為當時現在教育局會說他們5月15號才接到通報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5月14號的時候有三個家長去報案 然後他們的時候應該是在過程當中 他們有跟別人透露說他們其實早在5月之前 就已經有透過管道去申訴說校園有不當管教 但當時確實是沒有回應 就是任何的回應都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很好奇 也要請信任之後繼續幫我們追 究竟這4月份的不當管教投訴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這事情跟這一次事件是不是一樣的 而這中間呢1999 怎麼沒有跟去教育局聯繫 我想也是很多社會大眾希望能夠知道的 不過我很想好奇 因為現在6月份才開始驗 還驗得到還驗得到東西 對所以今天就是教育局有公佈了 他們其實呢 包括因為他們一開始有說5月22號的時候 他們有先去醫院有一個檢驗的窗口 讓家長可以主動帶小朋友去驗 然後6月5號是大家普遍去校園裡面去問家長意願 然後全部驗完之後28人有8人有微量的反應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距離這麼久了 還有8人有微量反應 這中間餵了多久 餵的量多少才會讓他們還有微量反應 反推回去 是不是說越早你做檢測 是不是會越多人有反應 對因為身體是具有這種代謝藥物的機制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馨燕剛剛說中間空了幾天 22 22天 但是如果接貨報案的隔天 當天就去做 或是當週就把它做完 結果會不會不同 對 對這是關乎到孩童還有家長的權益 那我很好奇說 我們驗出來讓大家比較擔心的是 有一些是有三級毒品的成分 有一些有鎮定的成分 小朋友呢 他其實還在發育 這些都是中樞神經的藥物 會有什麼樣的傷害嗎 這邊我幫忙大家整理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他兩種藥物 一個是巴比陀 另外一個是本重蛋肌鹼 這兩個其實都算是 這兩個其實都算是這個安眠鎮靜劑 但其中可以看到這個巴比陀 這邊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他其實算是第三級的管制藥品 甚至是第三級的毒品 那過量了其實會抑制呼吸 生命會有生命危險 甚至長期下來會影響到智力的發展 所以現在很問題來了 不知道他為了多久 因為都是小朋友 腦部都還在發展 對 所以就是現在是很危險的 然後另外就是 另外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也算是 另外一種也算是這中樞神經 那我有私底下去了解 曾經就是有人看過這些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他當時家長會發現 是因為他情緒比較激動了 對 曾經有人看過那個影片 就是小朋友事後的影片 他們說他就是情緒很激動 一直尖叫一直哭 他說就像 就像是有人吸毒過後的反應 這真的是太可怕了 而且這個長期追蹤下來 小朋友後面往後的10年 20年30年 還有漫長的人生要度過 這個藥物的影響會伴隨著他一生 也需要就是醫療單位長期的追蹤 我們看了也覺得非常非常的心痛 不過我們還想繼續請教新燕 如果我是家長 我會覺得非常非常的生氣 我希望能夠究責 如果以家長的角度來說 他們有辦法向這個 連鎖的私立幼兒園來索賠嗎 對 因為就是現在就是還在這個 整個偵辦的階段 因為畢竟就是 其實上個月已經有第一波搜索 當時是帶走了一個老師 但事後是被一兩萬元交保 所以應該就是這中間 還有部分沒有釐清 所以今天早上才會第二波搜索 帶走了八個 那其實這八個我們事後了解 基本上就是整間幼兒園的老師資了 通通帶回去 通通帶回去問清楚 對 帶回去就是約談 所以現在還在偵辦進度 如果之後起訴了 或者是開始打官司了 這個時候你們就 家長就可以採取 譬如說刑事附帶民事的求償 這時候就可以跟幼兒園去做求償 是 所以目前這個幼兒園其實從嚇到 陪伴孩童的這些老師們上到園長 現在檢調都已經進一步的請他們來約談 了解整體的案情 而我們再為大家來整理一下 這次的案情呢 是從4月份的時候就有家長發現 小朋友怎麼2月到4月開始性情大變 會瘋狂的尖叫暴躁 易怒並且難以安撫 而向1999投訴 懷疑幼兒園方面呢 是不是有不當的照顧不當的管教 但是呢4月份已經有吹哨者家長出現了 但是到5月14號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有家長去報警 隔天呢新北市警方呢 才通知了衛生 通知了教育局方面 他們才介入處理 但是隔了20幾天 直到6月份才去抽血做出檢驗 而我們現在擔心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 這小朋友身上驗出來的藥 還不是普通的安眠藥 是這個巴比陀 還有本二蛋瓶類 這些都是一些中樞神經的藥品 對於小朋友未來的影響 真的是很難以估計 也希望檢調正在調查當中 所以本著調查當中的案件 為了能夠獨立公正的進行調查 所以是不公開的 但也是希望能夠競速給家長 一個清楚的交代 想要知道體內到底有沒有 毒藥物的殘留 在國內大部分都是驗尿為主 但是尿液在體內代謝 大約3、4天就會不見了 不過頭髮不一樣 可以保存到3個月左右 但也不是隨便檢疫搓就OK 必須貼近髮根剪下來之後 再送進特殊的實驗室才能處理 剪出來的頭髮用鋁波紙捆成一捆 一般來說頭髮一個月成長速度 大約1.5公分 檢驗室會以這個為基準 檢驗不同時期 頭髮可能殘留毒藥物的狀態 首先先取出50毫克 倒入分離溶劑再放進這裡 想要從頭髮驗出毒品殘留 並不容易 必須要這樣子把它放入機器裡面 經過60度C3個小時的震盪 才能張開毛泥片 釋放頭髮裡面的毒藥物 來進一步化驗 拿著檢體穿梭各種儀器 透過萃取混合離心 接著分層再吹乾最後回溶 過程是相當廢時 在民間醫師檢驗所 至少需要4個星期 才能看到報告 經過一連串複雜的萃取流程 終於拿到這小小一罐頭髮的萃取物 之後還會進入分析儀器 來確認到底有沒有毒藥物的殘留 越來越多幼兒園的爸媽 看到孩子體內殘留 就怕時間過去證據消失 家長決定這麼做 巴比陀是管制藥品 連藥師都必須每天清晰 這些幼兒園老師又是怎麼拿到的 如果來源不是醫療院所 能否用毒品來查辦 牽連教育局 衛生局 警察局 必須橫向連結 才有機會還原真相解決問題 TV吳俊麗節新聞怎麼走 再來看到這警民衝突的現場 原來南投有民眾正在拒賭 所以遠景上前去取締 沒有想到一名59歲的王姓男子 他情緒很激動 不斷飆罵台語的三字經 甚至還用不養字眼說 遠景是敗聖嬰啊 沒想到這一罵讓他付出不小的代價 59歲王姓男子被警方抓到 在公園裡拒賭 不過他不願意配合 甚至還飆罵一串髒話 除了飆三字經之外 他還怒罵遠景百姓依娜 當場被好幾名遠景抓住 來 手靠 我來跟你說 沒有啦 她抓我 來 白癢 王姓男子還想辯解 說是在罵自己的朋友 不要 妳不要 你不要再殘遇了 不要殘遇 一旁有人想要幫他解圍 但是說出口的話哪能收回 也全被園警給拍下來作為證據 南投縣這一位王姓男子 今年三月下旬 在被警方盤查時情緒失控 脫口收出不止一次百姓依娜 不過這可讓他被侮辱公務員 以及公然侮辱送辦 雖然王姓男子有坦承犯行 不過沒能跟兩名遠景達成和解 若罵三次金和百姓依娜的代價 就是四萬元罰金拘役四十天 先切網路上流傳的罵人價目表 罵人更年期到了判賠兩千 頭腦裝飾判賠五萬 這一會有不少網友笑稱 又要再增加一句百姓的台語彩繪 也請替大家開口之前 嫌三思 其一輩的新聞神家櫃裡 蔡英難偷藏不到 好 我們蔡英還請到很多台語的老師 教討大家原來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 但是口不擇言的結果 只是一字千金 新年代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剛剛我也是看了新聞 有台語彩繪講 百姓英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剛才知道 那我可以看到 其實因為我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因為像這樣子有一個 其實網路上有流傳的價目標 對 都是按照法院的判例擷取出來的 對 然後其實可以看 我覺得一個很特別的 是第一個這個國馬 國馬 大家去想像 一個字的 我們問一下 因為我們是普遍級 對 沒辦法顯示出來 但是可以看到很特別 他判陪是零 蛤 為什麼 就是 法官為什麼這樣判 因為我覺得像剛剛的 拜聖英 他覺得可能有 攻擊到某個功能 侮辱了男性的至尊 對 有可能是攻擊到某個功能 所以他覺得這樣子的侮辱好像不太對 但這個好像 maybe有些人就是一個語助詞 哦 所以法官覺得有時候只是語助詞 所以就是這個單格的國馬是零元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比較特別是 其實還有像這個啦 剛剛有講什麼更年祈禱了 這種 這種其實也像我們剛剛說的嘛 其實也有講到某些女性的一些 價值的判定 對對對 然後像 然後其實另外一個還看到米蟲啊 也是在形容某些人的狀態 然後這個就是 大家去想像 對 也是大家去想像啊 然後拜雷下樓其實也都是 但是我覺得有點比較算是有點 侮辱到了 對 就是平常人不會就是隨便說 你就是敗類 你是下樓什麼 對他的人格還有社會的價值進行 否定了 對 那其實在這整個價目標 其實我覺得最特別是 你看最下面這個是 是罵人家有特殊性關係 判賠一百萬 而且還必須要在 當時那個判例是在四大報頭版道歉 哇 這代價很高 這不只 不只我剛剛說的一字千金了 已經 對 一桶金了 我的天啊 所以大家有時候之後呢 在講話的時候就可能需要特別小心 對 憤怒的時候 憤怒是魔鬼 大家記得謹言盛行好嗎 好的 我們謝謝憤怨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